大家好 我是老杜 今天特意来到大三里女孩小珍家 我来找她 小珍是我在马路边 认识的一个会中文的女孩 接上一个视频 小珍带我上山采芽果 嗯 行 我本来就是早上去的哈 但是我去了一半天吧 嗯 行吧 这个没事 这个等一下 咱们咱们那个哈 等下咱们说 你就把你的黄皮股 给它摘下来 黄皮股 不是 摘叫黄皮股 人家叫扭蛋 扭蛋下来嘛 呃 勤劳这么智慧的 这么勇敢知道吧 逛这一个就值得简单 是不是兄弟们 看一下 你看他做事情 拿我来扭 啊 好好好卡着 好好 很厉害啊 他搞这些东西 看了吗 这么多黄皮股 行了吗 这是我们两个人在摘黄皮股 那个什么扭蛋裹下的 我得切呢 刚才 那个精彩的那那一幕没有给他拍下来哈 这个水牛啊 刚才 差点把老大爷给他整倒掉了 这个牛不知道是啥情况 突然就是发了疯了哈 把我刚才吓了一跳 我把这个牛跑过来 然后把我 把我那个弄一下 这水牛啊 要是发了标以后呢 真的挡都挡不住 老大爷好像不怕似的 哎哟哟哟哟哟哟 那在干啥呢 我的天呢 在这个附近 有一个老大爷哈在放牛 突然就是发生了这个激烈的一幕哈 看着人心都翘起来了 但是老大爷好像不怕似的 哎 这个水牛发了疯了 刚才那激烈的那一幕没有拍下来 太遗憾了 哎哟哟哟哟又发了疯了 有时候经常在新闻上哈看到 有些牛发了疯 然后把左人啊直接 肠子都弄出来了 我我 吓我 我的天啊 你你 好像老人反应不过来似的 是不是刚才把阿珍也也吓到了呀 阿珍 啊 阿珍干事情非常的用心 慢点 他是比较能干知道吧就是 上的清堂下的厨房 属于那种 生活技能比较厉害的 兄弟姐妹们 能唱会跳 可以说 能爬 爬树在野果哈下地干笼活 哈哈 进厨房 这个 给大家就是 做饭吃 反正就是 就是属于那种动手能力还可以的哈 今天 太阳 比较大 光照也比较好 感觉到 有点热 他做事很会做 把这个鸟蛋锅 给我弄到那边 然后我一弄他就弄下来了 看水了吗 阿珍 阿珍告诉我 在大三里同龄的女孩很多已经都结婚生子 他觉得自己 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嘛 上的清堂下的厨房 明白吧 上山干笼活 下地能做食 反正就是 洗衣做饭呢 他肯定是样样都能干 阿珍说 跟我在一起说话 还是很合得来 让我晚上就住到他家里面 晚几天再回去 那要不要连那个都剪断 连那个树枝都剪断 不用哈 这剪熟的哈 让他干活很仔细 阿珍告诉我 让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他家 然后明天 愿不愿意和他 一起去参加他们村里一个人的婚礼 他说新郎是台湾人 然后 女孩子就是 他们村里的 而且比他 还小个一说 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 好姐妹 说着说着 一种羡慕的眼神 流露出来 他还告诉我 他们村里有好几个 嫁到外国 有嫁到台湾的 香港的 泰国的 韩国的 以及 中国的 他还告诉我一个秘密 在前几年 有人给他介绍 让他嫁到台湾 但是 那时候年龄还比较小 没有达到结婚的年龄 所以再加上 他奶奶的竹子 后来 一晃就是这么多年 你看他 做事情很有调理 然后现在黄皮锅摘了一包 然后他挂上去给我 所以说我们也配合很默契 看到了吗 兄弟们 这黄皮锅 这个什么 鸟蛋锅 我老是说黄皮锅 人家叫鸟蛋锅 我老是说黄皮锅 没事的 都是大家 都是大家要打黄皮锅 我看着看着忘了 我们叫鸟蛋锅 鸟蛋锅 听到了吗 他会不会装文修的吗 哇这个真的很好 那你弄这么多 多时候吃不完咋办 那就卖吗 不是我只拿一些回去 然后你要的话你拿一些回去吃吧 嗯好 拿去给他们尝一下 好的好的 我们这边这个人 你都喜欢吃干的 好的 所以他们都是有那个 嗯 慢点慢点 这不是这个是人家叫鸟蛋锅 比龙眼可能还好吃啊 因为啥 因为这个锅它是金子做的 龙眼的话它不够没有这么透明啊 人家这个锅的话都是相金相银的 你一看它都是透明的 我老爸最喜欢就是拿去 跟那个 你们叫什么叫 黄米 黄米辣还是叫什么来着 哦 哦跟黄米辣泡在一起是吧 泡在一起 然后酸酸辣辣的 哦 对啊 你看这个锅的 这个锅的话它是透明的 看到了吗 你看 它锅的话可以 喜欢的话一起吃 挺好吃的 对啊 这黄金嘛 这带金带银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原来喝不到 我下来了 嗯嗯 要不我带你去那边看那些美食 好 今天 今天是七夕啊 我到时候给你摘一朵野花送给你行不行 不用了 不用了 但是你这边这边美不动花这咋够 哈哈哈 然后这边 嗯 什么那个 慢点哈 就是喜欢的话 多些点 好 嗯 哎呀挺好 一篮子 哦一篮子去卖应该也能卖的 能够卖个几十万了应该 哈哈哈 这挺好的 好吃的 嗯 嗯 很好 放在下面我们 嗯 好好 人多好干活哈 怪不得你说你老爸的 不动 哈哈 哈哈 嗯 这个挺好 拿这个你吃 好我吃 看着吧 他很欠心的哈 兄弟们 给我弄一点叫我吃 看了 哈哈 哈哈哈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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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